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强调 要查找差距 明确方向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中国女企业家走进汕头 共创美好未来主题活动在我市举行 参加活动的全国各地女企业家陆续抵扇 我是开展共建网络安全共享亚青盛会宣传活动 提升市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今天是2021年4月25号星期日 蒙历3月1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市政府召开全市一季度经济形势研判会 即重点项目推进会 深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经济工作重要论述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研判会精神 研究解决五市经济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推动全市各级 把经济工作和重点项目抓实抓细抓到位 市长曾丰宝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一季度全市经济实现平稳发展 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大幅增长 这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成绩值得肯定 与此同时 也要清醒看到 我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既不妄刺飞薄 也不好高骛远 保持清醒头脑 找准定位 查找差距 把问题分析透 分析准 拿出针对性强 务实管用的措施 做大经济盘子 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 当前汕头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 共同努力 推动各项经济工作往前赶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一是要抓环境 进一步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支撑 拿出真招使招 打好打赢 营商环境翻身仗 二是要抓谋划 强化系统谋划思维 加快推进临港产业园等重大产业平台建设 整合产业用力 科学合理规划主导产业 三是要抓投资 加大项目储备落地建设地度 推进一批项目签约 一批项目动工 一批项目续建 一批项目竣工 增强发展后进 四是要抓短板 不期短板 做优长板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用地 融资等问题 推动企业增资扩产 做大做强 五是要抓产业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推进产业链建设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推动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 转型升级 六是要抓财政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加强税收征管 做到应收尽收 培育扶持国有优质企业 做大做强做优 提升市场新增力 优化财政支出 形成有效投资 更加高效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市领导双德惠 山永强 林小勇 许洪华 赵志涛 李昭 陈武南 参加会议并讲话 市值有关部门及各区县政府 就经济工作做表态发言 今年一季度 全市经济运行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 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请看报道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统一核算结果 2021年一季度 我市地区生产总值为628.06亿元 同比增长19.9% 两年平均增长4.5%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6.08亿元 同比增长3.1% 两年平均下降1.4%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1.50亿元 同比增长28.4% 两年平均增长5.4%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30.48亿元 同比增长15.1% 两年平均增长4.7% 农业方面 一季度 全市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 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同比增长1.1% 水产品总产量 同比增长1.8% 一季度末 生猪存栏 13.08万头 同比增长31.8% 其中 能反母猪存栏 2.55万头 增长11.3% 生猪存量 增势明显 工业方面 一季度 全市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149.34亿元 同比增长35.9% 比全国全省分别高 11.4个和7.0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6.8% 比全省高2.2个百分点 恢复情况好于全国全省 工业用电量增长38.6% 两年平均增长7.1% 超过八成工业行业大类 实现增加值正增长 60个重点产业项目 还有9个重点的新基础项目 这一个的话呢 我们都实施了台站管理 要加快一个那个进度建设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对我们已经摩擦了 那个 今年的总投资 311亿元的 496个制造业项目 这一块的话呢 要加快一个建设的进度 同时的话呢 全力推动 两朝硬价中心的建成项目 尽快的投资 服务业方面 一季度 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330.48亿元 同比增长15.1% 多数行业呈现良好复苏态势 其中物流业增势强势 一季度 全市完成货运量 1911.46万吨 同比增长114.9% 港口货物吞吐量 987.20万吨 同比增长68.8% 全市快递业务量 达43,797万件 同比增长110.5% 投资方面 一季度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32.9%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3个 和1.0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投资有力支撑 基础设施投资额 同比增长16.6% 在2020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上 仍保持两位数增长 制造业投资恢复性反弹 一季度同比增长 102.2% 分别比全国全省高 72.4%和57.7个百分点 重点要按照 前期项目抓生日 新疆项目 早开工 在这项目出形象的要求 切保项目尽快落地 建设形成更多的投资的食物量 消费方面 一季度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0.71亿元 同比增长27.6% 两年平均增长1.3% 城乡消费 城积极恢复态势 全市城镇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分别同比增长28.5%和25.3% 线上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线上批发零售业 通过互联网商品零售额 增长61.1% 两年平均增长28.9% 热度持续不减 进出口方面 一季度 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165.2亿元 同比增长26.9% 两年平均增速为9.2% 其中出口额130.4亿元 同比增长44.2% 比全国高5.5个百分点 超10亿元出口主要商品中 机电产品 服装及衣着附件 分别同比增长90.6% 30.4% 下来的工作的思路 加大稳外贸的政策扶持力度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 财政方面 一季度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68亿元 同比增长13.2% 高于全省0.3个百分点 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1.33亿元 增长5.2% 其中 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领域倾斜 民生支出占比超过七成 今年第一季度 我市经济稳中向好 实现良好开局 那么这一系列的向好数据 说明了什么 体现出我市经济运行哪些特点 接下来该采取怎样的举措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呢 今年一季度 我市经济运行数据 充分反映了 今年汕头经济实现了良好开局 全市经济正呈现 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咱们汕头一季度 应该整个经济运行 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单 那么GDP增长是19.9 这是历年来 比较高的一个增速 咱们国民经济的九大行业门类 是共同支撑了汕头 19.9%的较高的增速 我们的工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 房地产业 以及我们的农业 都实现了正增长 那么应该说总体合力 支撑了GDP的增速 今年汕头一季度增长 经济发展的形势 我觉得总体来讲 那就是平衡开局 五种向好 一个是增长速度比较快 一个就是发展质量比较好 一个就是发展后劲比较足 纵观一季度 我是一二三产业的增长状况 工业产业对我市经济的支撑作用 尤为明显 各主要工业门类增势良好 工业面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我们可以从一二三产业的角度来看 特别是里面 这个工业的支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一季度 这个汕头的硅上工业的增速 是达到了35.9% 特别我们感觉到工业里面 各大工业的各大门类的行业 增长都比较好 纺织服装等等 这些传统的优势产业 以及咱们的装备制造的 制造业这属于新兴产业 它的增速都是比较高的 汕头大概80%的行业门类 都实现了这个增长 然后我们超过六成的工业企业 也是实现了这个较快的增长 所以整个汕头的工业面 是比较良好的 而市委党校副教授 经济学教研士主任郑梁泽 则聚焦产业投资这一数据 他指出 在良好投资增长速度背后 蕴含的是汕头产业的发展后进 我们发展后进怎么样 关键是看现在的投资 尤其是厂业的投资 那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的投资呢 这个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一百多 也就是荒了一荒 然后其中的相近制造业 高新技术 高技术制造业 还有呢 战略性新兴产业 它的增长速度也都是荒一荒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下来 这个发展的后进比较主 专家们指出 虽然总体上一季度的汕头经济 呈现持续稳定恢复态势 同时也要看到 或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依然凸显 汕头要持续巩固 稳的基础 积蓄 劲的力量 守住宝的底线 推动全年经济 实现良好发展 从数据来看呢 相对来讲 就是我们的社会消费品 这个消费额增长速度比较慢 那么这它消费呢 是这个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之一 因此我们下来呢 可能要采取更大 这个更有力度的措施 来促进我们 那个消费市场的这个增长 要继续 把我们的增长的基础 要继续 要巩固好 把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盘 要坐实它吧 为我们全年的目标任务呢 要打造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月25号至28号 我是将举办 中国女企业家走进汕头 共创美好未来主题活动 全国各地约20个省 52个市 不同行业领域的 300多名中国女企业家 将参与活动 今天参加活动的 外地女企业家 陆续抵达汕头 他们对本次活动的举行 充满期待 认为这将是一次展示 新时代女性风采的盛会 也期待在汕头寻求商机 实现供应 助力汕头高质量发展 今天下午 改革开放的路 所以我觉得汕头肯定是 人节地灵 山美水美 所以我对这次活动 这次会议非常的期待 汕头又是水美 又是这个整个的风景也很美 投资环境也说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到这里来 又共同全国各地来的 这些姐妹们相互交流 因为刚到 我觉得一下子扑面而来 肯定都是热呗 有天气热 还有人又特别热情 一下子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因为第一次来 一直都知道汕头有好吃好喝 有汕头的牛肉玩 所以也特别期待 能跟这边汕头的企业家姐妹们 一起 谈论我们未来的企业的发展 本次活动期间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 将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举行座谈会和法律专题讲座等重要活动 并组织在善参观考察 参与本次活动的女企业家 大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 她们站在时代的前沿 把握经济发展脉搏 在各自的商业领域成就一番事业 显示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魄力 女企业家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增进对汕头的了解 在南海之边领略 活力特区 和美桥乡 越东明珠的魅力 在得改革开放 风气之间的汕头经济特区 寻找合作商机 携手汕头女企业家 共同创新创业 为汕头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 贡献金国力量 因为大湾区现在正在特别好的建设 然后我们可能会碰出火花 我们要在这边有投资啊 或者是各种意向 我觉得我们这些女企业家们 一定是这个要抱团一起 在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南方 投资环境也好 人又特别热情 人也非常勤奋 所以挺期待的能和这边的姐妹们一起 能这个共同发展 我的企业是做智慧城市 智慧网络 这一块方面的一些技术开发工作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 与这个智慧园区 智慧城市 能够去借一份微博之力 希望能有一些紧密联合 把首都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资源 辐射到我们那个山头来 跟山头当地的一些教育行业的企业 也是希望能有一些 这个实际性的一些合作和进展 我做那个锂离子电池材料 正级材料上用的材料 因为咱们国家不是十四五规划 乃至到三五年的发展规划 对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推动力度都非常大 所以呢 这次也是抱着有这样的一个希望 看能不能寻求到一个好的合作 今天上午 亚青会山头市执委会 视为网信办 在城海区人民公园举办 共建网络安全 共享亚青盛会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 以线上推送 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 线上开展 网络安全知识 敬达抽奖活动 发放网络安全科普材料 深入宣传网络安全法及相关配套法规 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 活动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 答题H5 微信朋友圈推广等形式 通过网信汕头 文明城海等网络平台 开展网络安全线上宣传活动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号召市民 依法上网 文明上网 保障人民群众 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被举办亚青会 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近日 我是各地各单位 多形式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 是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邀请市委宣讲团成员 汕头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刚要 教演室主任高庆荣 做在自我革命中成长的 主题宣讲报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能够迅速传播 生根发扬 并且 结了这么好的一个过程 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 能够干什么 能够格部顶心 能够突破思想的束缚 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化 把党史学习教育 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以实施推进八个EP工程为重点 再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丰富群众文化体育生活 打造文旅产业集群 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 打造区域文化高地 提高认识 进一步在实际工作中 为我们国家建设 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朝阳区举办 政科职领导干部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 邀请市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许文艳做专题宣讲 新造政委将拟集好党员干部的奉劲力量 细化民界洪加利发展思路 打造及农业体验 乡村旅游 生态休闲 文化考察 主题度假议议题的果香特色小镇 下来我们将通过学党史 强信念跟党走主题系列活动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成为服务青年 服务朝阳发展的工作时效 潮南区举办为期两天的 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研讨活动 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党校副校长 副教授刘正祥 以铭记百年党史 感悟思想伪力为主题 做宣讲报告 与会学员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通过集中培训 与分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团市委在城海区举行 世界读书日 一起读党史主题活动 活动将品牌活动 青年客厅搬进体验 通过青年讲师团演讲 访谈交流 读书分享等形式 为青年们讲述百年党史故事 主办方还向议会青年们 赠送中国共产党历史 等党史学习资料 告诉广大团青年 应该怎样把党的历史学好 再结合电网的工作实际 再结合青年的实际情况 对他们提出一些希望 对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认真研读好党史的基本著作 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党史光 更深层次吸取新辈们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高质量完成工作 守护好旺家灯火 要学以致用 把继承和发扬胆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作为学习当时的初心 近日亚青会汕头市职委会召开 飞移艺术天才亚青 潮汕民间艺术家座谈会 与我是多位飞移传承人 围绕以亚青会举办为契机 通过飞移文化来进一步展示推广 潮汕优秀传统文化和汕头良好城市形象 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亚青会汕头市职委会 希望通过搭建汕头亚青会 与潮汕飞移艺术家沟通的桥梁 激发广大飞移艺术家的创作热情 为汕头亚青会文化交流活动 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出谋献策 亚青会汕头市职委会将把飞移艺术作品 作为亚青会馈赠外宾的礼品 还将挑选一批受大众喜爱 符合大众消费水平的飞移产品 通过职委会授权使用 亚青会标志生产一批特取产品 并在亚青会特取零售店上 推向市场销售 另外亚青会官方的文化活动 总部酒店等场合 将邀请民间艺术家 进行现场演示和作品展示 能把我们这种传统飞移的文化 融进在亚青会这一个盛世里面 能把我们朝上这种飞移文化 传播出去 把我们的飞移 这些飞移的一些项目 向全世界整个亚洲 进行一个传播 昨天下午 山头市桥界博士发展促进会成立 该促进会由市桥连发起成立 会员来自山头桥界和高等高职院校 科研院所 重点卫生医疗机构等 这是市桥连为贯彻落实市委 关于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部署要求 经济探索引导桥界高端人才发挥作用的新举措 促进会将开展招财引致 学术交流等活动 配合我市引进博硕士三年行动计划 以桥连桥留住人才 为我们地方政府各个机构能够提供一个高端的智库服务 为我们打造巨桥惠民的和美桥乡 做出我们桥界博士会应有的贡献 今年五一 山头市南澳县环岛旅游观光船和前江湾水上娱乐两个项目 将正式迎接游客 前江湾水上娱乐项目将开设水上运动中心 游艇 翻船 摩托艇等项目 环岛旅游观光船项目将打造南澳岛首条海上观光航线 通过品牌化体系化的水上运动娱乐体验 助力南澳全域旅游发展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出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你可以关注山头新闻的微信微博 感谢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